国际教育产业是澳大利亚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为了澳大利亚第四大出口行业 2019年,该产业给澳大利亚带来了410亿澳元的收入 给该国带来了26万个就业岗位 不过,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以及外部环境的改变 澳大利亚的留学教育行业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异常激烈 澳大利亚担心的事情开始发生 在多国高校的竞争下 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国际声援开始大量流向他国 据澳媒报道,多国海外高校正在为中国留学生返校就学 积极准备包机航班 比如英国已有20多所高校联合包机接送中国留学生返回英国 更早之前,英国还宣布给予中国学生与欧盟学生相同的签证待遇 除了英国之外,美国、加拿大等国家也在大利招生 加拿大的谢里登学院宣布 如果学生对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在线课程学费感到不满意 他将提供退款 面对主要竞争对手想方设法争取中国留学生就读 澳大利亚的高校开始着急了 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首席执行官菲尔霍尼伍德表示 澳大利亚面临新学期丧失大量国际学生的风险 如果不赶快采取新措施 那么主要来源国的学生就大量流向其他国家 据澳大利亚官方的数据 截至今年6月,来自印度、尼泊尔和中国的留学申请数 在过去一年里分别下滑46%,60%和20% 其中,最近几个月留学申请暴跌 据澳媒报道,自4月以来 澳国际学生签证月申请量已连续三个月小于5000 仅5月,留学生签证申请数比去年同期下降88% 国际留学生是澳大利亚高校的主要收入来源 关乎他们的生存未来 今年疫情初期,由于澳大利亚紧急关闭边境 数十万国际学生无法返澳 导致澳洲许多高校的学费收入大幅缩水 代表全澳39所高校的游水团体澳大利亚大学联合会指出 当前澳高等教育产业收入保守估计会减少31澳元至46亿澳元 维多利亚大学米切尔研究所用数学模型 模拟了澳大利亚关闭边境长达18个月受到的影响 研究显示,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产业在今后三年的累计损失或高达191澳元 眼下,由于短期收入减少 澳大利亚不少高校已经陷入财政亏空状态 有些高校已决定大规模裁员 澳大利亚八大高校联盟预测 由于缺少国际留学生 澳大利亚八大高校或将失去6700个工作岗位 如果留学生员还被其他国家大量抢走 那么澳大利亚高校的处境还会更糟 澳大利亚的经济复苏也将更加艰难